不过师兄还是要精进修为 不然下次可没有这么好的宝物相送了 到时师兄该怎么办呢 这家伙 是在吵枯我吗 谁成天靠宝物火山了 这两个可真是一点都没变 真拿他俩没办法 好久没有玩一挂 手都生疏了 现在无事不如随手算一算补个吉凶 前辈 我来交差了 之前的任务我已经全部完成了 更高阶的新任务在哪里领 没了没了 没新任务了 一个两个整天让我这老头不能睡觉 烦死了烦死了 和那小子简直一个德行 你们两个也给我安静一段时间吧 那小子 是谁啊 他也接了很多任务吗 除了你派发的二十项任务全都做完了 都是些小儿科的事情 之前说好的 完成之后就要把更高阶的任务留给我 你可不能食言 是他 来了来了 就是这个讨人业的臭小子 你们两个烦人精 这是一刻也鲜停不了 二十个任务 看来师弟这段时间修行也很刻苦 修为又精进了呀 师姐也不遑多让 否则 咱也不能在这儿遇见 有时间的话 倒是想和你再切磋切磋 责任不如撞人 我这会儿倒是有时间 不如就现在吧 请师姐赐教 看他身上是气息 是同我一样 修行到超凡九重境 不愧是开元宗战 第二个弟子 去去去 你们两个吹坏 在这儿打 是想把我这师父哥给掀了吗 要打去别的地方打 别让我清静 中离难 祖归 抱歉了师弟 我有急事要办 看来咱们的对决 只能约改日了 告辞 发生什么事了 走得这么匆忙 担心的话 追上去看看呢 一个大男人做事 怎么婆婆妈妈的 你光在这愣着有什么用 诺完毕 先行告辞了 年轻真好啊 让我想起我年轻的时候 不过这卦象 下阵上砍 阵为雷 欲动 砍为雨 欲险 雷雨交加 可谓是险象丛生了 你小子 自求多福吧 杀了我 你趁早给我死了这条心吧 你说的那些条件 我们一个都不可能答应的 有名老人 李云剑 你这老狗不识好歹啊 我今日可是给足了你的面子 我再说一遍 第一 交出你们庇护的叶家全部族人 第二 交出李家半数财产 并且退出青阳郡城 第三 将你孙女李清竹 嫁与我爱图鸣昏 这三个条件 却依不可 不然的话 李家今日 就是灭族之日 休想 吃我一掌 哼 不自量力 凭你还想偷袭我 叶兄你没事吧 何苦强出头啊 他就叫给我来对付好了 不日前 有名老人追杀我叶家族人 叶某方才得知 往儿居然斩杀了杨龙战 也幸亏前辈 举全族之力 为叶某保驾护航 若是因为叶某 而连累了李家上下 叶无双死心难安 所以 我绝不会眼睁睁 在一边看着的 传闻陈大师 是内境巅峰的高手 是当时最年轻的 华境高手 少年宗师啊 阴煞古变 什么东西 邪招 抱歉 对不住了 那家伙好像只有原英雄呗 半个月连破三级 开挂了吧 开挂 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 我靠的是 抱大腿 嘿嘿嘿 小子 你要是不给钱 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 好 陈医生 你快想想办法 会治病 开什么玩笑 我去 福哥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 双双变这么牛的 看我仗见都市 成敬 最强神王 你们竟敢加害无欺 最不容忠 就连斗雀公的孤雾兵峰高手 也做不到这种程度 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祭祀 那就只能 灭族了 大祭司 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 是说这个东西吗 跟本王手上的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本王召唤出来的 是一个废材人族啊 我老婆是魔王大人 每周五日 上午十点更新 不要错过哟 先门弟子来到都市 竟成豪门气哨 我本低调 逼我嚣张 既然如此 我便猖狂 最强气哨 火热开波 一样的热血 不一样的 崛起之路 邪鬼 胜面 刚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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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锁末世的九十九个女主 世人都说玄家玄虹武功在世 你是说 玄姬和那个叫殷姬的女子纠结了 别人 啊 何时才能为您暴走啊 啊 流浪孤儿竟能守到病除 要想当神医 可不能只懂医术 妙手神医 每周二 周四 周六 更新一集火爆上线 等你来看 我们下期再见 如果我们下期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